泰国拳坛炸了 这个中国小伙竟然一脚KO泰国拳手和裁判 这是一场发生在泰国的泰拳比赛 大家点点关注 让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吧 蓝色方是咱们的中国选手 泰拳经验丰富的狗大奎 他的对手是一个泰国人 叫做斯蒂 一上来就把大奎踹倒下了 这一招并不能拿到点数 这就是他给中国选手的下马威而已 大奎也不甘失落 直接硬钢上去和泰国选手对着打 中国选手和泰国选手一上来就硬拼 不愧是学泰拳的 海防阻缔着 海防火 海防閃 Deus 海防致 涕ユー beau 海防 环 wal 窃 海防 在第一回合里 大亏没有压制住了斯蒂 可以说 这一回合被斯蒂拿下了 第二回合 比赛开始 这一次大亏全力爆发 从最开始就把斯蒂给压制住了 多次重拳击中了斯蒂 甚至把他逼到了围生边缘 但是斯蒂可是太拳手 身板那是相当耐打 不仅没有被打退 他甚至更兴奋了 越打越起劲 比赛进入火爆时刻 斯蒂和大葵 全对全的硬拼 每一拳都威力极大 大葵一度被逼到围生角落 都到了这种境地 大葵也拼了 直接打出大败拳 泰国选手也是拼尽全力 两个人甚至开始不防守硬拼 大葵的重拳十分给力 直接把斯蒂打得头脑发胀 完全意识不到危险的来临 就在大葵抬腿的一瞬间 裁判舍命相救 这一脚本来是冲着斯蒂去的 结果只是擦过斯蒂 却结结实实 给了裁判狠狠一击 一箭双雕 裁判甚至痛得 无法继续工作 整个人全坐在一起 斯蒂表示 我认输啊 我认输 然后医生连忙查看裁判上市 倒是比赛的双方像是没事人一样 一场比赛 中国选手一脚KO泰国选手和裁判 两个选手都没事 结果裁判麻了 就连泰国的解说员都表示 我活三十年都没见过这样的事 绝对是拳坛百年未曾出现的场面啊 让我们再看一次 中国选手一箭双雕的慢动作吧 这是一季 左腿高边腿 裁判一定记住了这个中国选手 即使在擂台上最危险的人 不是KO掉对手的人 也不是被对手KO掉的人 而是在一边看着的裁判 他们在关键时刻 得用身体去护着选手 如果这个时刻太紧急的话 被打的就是裁判了 当然在比赛中被KO的裁判 他是第一个了 不过中国选手的腿法是真厉害呀 不然也不能达到一炮双翔的结果 大家说是不是呢 谢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话长按大拇指点赞 就是最大的支持 再会